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潘露 欢迎您收看潘露食堂的节目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0日 是荣丽的小年夜 去年是 应该是 我想想啊,今年是 奎某,马上是奎某年 那么去年应该是仁英年 仁英年的小年夜 明天是仁英年的除夕 我这里祝大家 荣丽新年快乐 我没说春节啊,这里没有区别 明天我要讲 明天我要讲 我们这边是还是20号 天朝已21号凌晨了 我明天要讲那个 阴历阳历和荣历的来历 今天呢,我想 做一下的新闻报道 好 第一个呢,是 中国的 共产党的维问 他已经向国外输出 除了我们这里 荷兰有 警察站 叫便民警务站 并且还打过电话给我 大使馆 他以监控 劝返中国留学生和异议人士 这样的工作为主 内典媒体近日更披露 其逼迫公费生和家属 签署 效忠党国的文件 加以控制 公费派出去的啊 在美国的异议人士 某人 借母 和台湾的李家宝 这是 我认识的一位合作伙伴 都告诉自由亚洲 不仅是公费生 也不仅是在瑞典 凡复海外留学的 中国留学生 都要签署 类似的文件 效忠习近平和共产党 表示忠心 还要形成他们的学生团体 定点表示忠心 互相学习 开党支部会议 形成相互监督机制 他们把商鞅的这套 已经带到国外来了 这是世界在中国化 这个非常危险 好 农历春年相 相知 习近平和蔡英文在 发表新年讲话的时候 在唱对台戏 习近平表示 会抓扰两岸主动权 反对分裂 反对干涉 蔡英明则指出 面对中共解放军扰逃 台湾政府会持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将下个月访华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访华给台湾 你看啊 布林肯是民主党的国务卿 拜登总统的内阁 因为美国是总统共和制 现在一开开始就这种火药味震农 包括美国的红蓝之争也体现到台海问题上 不过台湾人民不要怕 因为防中共崛起的印太太平洋战略联盟 机器联盟 在日本手上岸田文雄的操纵下 或者说纵横下 已经逐渐出行 而真正使它沉醒的是因为中共的威胁 是因为习大利的伟大复兴计划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彭博社报道 中国2022年12月 外资总额为766亿的民币 这个只有11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降低了29% 这个降额蛮大的了 而11月外资责比去年同期降了33% 中国当局无预警放宽新冠封控政策后 疫情在中国境内各地迅速爆发 混乱的疫情状况 引发了对中国市场和经济的担忧 大量外资出逃 资料显示 中国2022年11月和12月外资额 创8年来的新低 但是我那句话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还有那句话 10年前 某个康麦然说 开启了中国梦 那我问你10年之后 你的梦是什么 大部分人说 回到10年前 好 看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民主记刊 创期开 第一期在网上面试 标题是 我们的知识和见解 不应受出身边界的限制 我觉得这个写的非常的 low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要改成中国福音周刊 这边应该要讲 很简单 你若不悔改 必要灭亡 就用那句话说好了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下一个新闻 是大公司在裁员 全球搜索引擎巨头 谷歌的母公司 Alpha Beta 周五裁员了1.2万员工 应该是宣布了1.2万员工的裁员计划 这是美国科技产业 裁员行动的另外一幕 反映了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胀 加息操作 而对这些大公司带来了压力 美国经济前景放缓迹象增加 这个将带来美国进口的削减 昨天的集装箱到达西海岸 洛杉矶港的数量就说明了问题 身兼Alpha Beta和谷歌公司首席执行长的 桑达尔皮查一 周五表示 他发给公司员工 每个人一份邮线 宣布公司将裁员1.2万人的决定 这个占到谷歌公司的百分之六点几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本国的 荷兰政府预计会接受美国的要求 对芯片制造商 这个行业的龙头垄断制造商 阿斯麦 A-S-M-E-R 设置更多的限制 以阻止他们向中国出口更高端的芯片制造设备 但是令荷兰政府和阿斯麦纠结的是 这样做会给阿斯麦的营收造成很大的损失 阿斯麦是全球最重要的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商 而且是具有垄断地位的 占全球60%以上的光刻机市场份额 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提供7纳米 以及以下芯片所需要的极止外光 EUV的厂商 中国是该公司的一个重要市场 该公司大约15%的销售额来自于中国 但出口的都是7纳米以上的超自外光 DUV光刻机 我这里要说一下 五年前我刚刚到达荷兰难民营的时候 就写过词内的信件 并且把它发给了寄给了荷兰政府 我不知道当时的旅特首相有没有收到 如果旅特政府坚持出口给中国更多的光刻机 那我想选择用假投票 因为我加入荷兰国籍是一小时来寄了 待会儿明年不换件 应该还要过几年 不过呢中期选举与会换件 我都有机会去投更加保守的基督教派的 右派的政党 我不会再投这些嘴上唱的好听 跟中共没了眼去的那些 好 我将用找投票 话说在这里 好 好下一个新闻是 我刚才讲到的印太反去霸权联盟形成 这是由岸田文雄首相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成果 2023年一时 美日领导人在华盛顿会伍 誓言强化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的决 不是崛起 这叫挑战 挑战世界秩序 以此同时 美国与其他亚洲盟友 澳大利亚 韩国 菲律宾 以及印度的关系 在2023年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分析人都指出 亚太反区域霸权联盟的形成 而且某些方面它已经存在 很大部分程度不是由美国驱动和主导的 而是由于北京日益增强的侵略性 展示力量及强大野性的反应 包子 全国民不聊生 你在这里穷兵夺武 我觉得说实话 大陆社会未来真的非常堪忧 真的非常堪忧 你要知道当年隋阳帝 跟嬴政都干这些事情 民不聊生了 他要发动重兵去增高力 去增南越 为什么 这他的奖才 你跟秦国的老百姓什么关系啊 他活得跟那个奴隶一样 动不动就灭九族 这种国是你的国啊 而且他两千多年一直这样 好 下面是关于香港的一个长的经文 我把鸡蛋冰在一起 我们知道这个换了新的鹰派投资 中联班的主任现在是 郑彦雄 一个国安出身的流氓 港版的国安法实施后 寒蝉效应持续影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自称为中国香港人的比率 降到了34% 这是1997年主权移交回来的最低 有分析指出 自从香港运动员去年底 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赛时多次发生 主办方有意无意的错播香港国歌的事情 引起港府高调回定 我觉得这些主办方是用心良苦了 居然放了个龙光 归于香港 很多市民恐惧及警惕 不敢自称香港人 国安 日前围风一个有民主派人士 卖物筹款的商场 收走一名媒体创办人 开办的货品 当中包括2019年 反修例运动的书籍 涉事三人被窜三栋颠覆国家政权罪 法院拒绝两名被告保释 而另外一名被告因并交给警方看管 现在香港全部的法制系统 司法系统已经全部大陆化了 已经全部大陆化了 同日 一位年轻人把港队张家长前年奥运 花剑夺金的颁奖礼片 配上反修例运动的代表格 愿荣光归香港的乐曲 他是在YouTube被放出了这段 被侮辱 被控侮辱国旗和国歌罪 因国歌本质就是侮辱中共 被告否认认罪 或保释出外候审 我这里想总评一下 现在硬要绑上香港人 这种国家认同 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坏事 越是这样越绑 他们会越有独立意识 我只能这样说 我年纪大了 我四多了 如果日后香港发生独立战争 跟中国人打这么仗 我有钱捐钱 有利捐利 注意了 坚决帮助中国人 说错了 坚决帮助香港人打败中国人 不是 注意了 不是中共 是中国人 香港人要明白 好 下一个新闻是法新社的消息 给乌克兰打机械了 法国 不是法国 波兰国防部长 布拉查克 这个人很积极的 反而先锋 波兰对俄罗斯感情不要太好 想想卡廷森林 想想菊里夫人 菊里夫人那个时候没波兰 被俄罗斯瓜分掉了 今天指出 他确信 乌克兰的西方盟友 将设法组成联盟 提供德制 报式 战车 坦克 给这个遭战争 努力的国家 应该是报三 德国的 报式坦克 应该说是这个世界上 设计最为精良的 步兵战车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二战学与火的考验 一直到今天 说明他的持久的战斗力 加油 德国说的 这个十六条 坎克怎么还没去 这个苏尔茨 苏尔范尔 好 下一个新闻 看了我一认一认的 美国加利福亚州 著名的兰州 州长柳森 去年9月签署的 AB2596法案 今天生效 今天生效 根据这项法案 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 将农历春节定为 法定价值的州 法案去年由加州议员 30名议员发起 我想这些都有怀疑背景 8月31日 州参议众两院 投票通过 9月29日 由州长柳森签署 从2023年起 中国农历新年大年 处于加州政府 辖下的公务系统 和全州公立学校 都放假一天 我在那里 先祝各位加州 中国精神公民 新年快乐 然后我希望你们早日升五层红旗 然后唱义勇金进行曲 加油南州 好 下面一个呢 是中共 我早升到了葡萄牙 这个是法国网的新闻 是德国知识的新闻 遭控侵犯隐私的中国驻葡萄牙使馆 拆除全景摄像机 我就有全景摄像头 我门口 中共当的 36度 360度 无死角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 报 监控 正义 由民众投诉 大使馆外装 360度 监控摄像机 可能拍摄到附近的公寓 及街道 危及 个人隐私 报道 发出后 葡萄牙外交部 誓言 展开调查 而这几台 监视器 也在同日 迅速 遭拆除 或调整角度 我想说的是 内国的官和民 都在全世界 散播病毒 散播 真正的新冠病毒 还有他们的 精神病毒 所以 我挺佩服一半 兄弟的那句话 这个世界在中国化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机械新闻 我看人民网的报道 历史53年 中国人 梦寐以求的大飞机 终于迎来历史性突破 据人民网报道 C919 至今已斩获来自 德国 泰国 和尼日利亚等国 1200架订单 而去年 波音 和空客的订单 分别是 661和480架 这意味着 C919的订单量 以超过全球航空 双雄的总和 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一直面临着 泱泱大国 没有一架 民航飞机的屈辱 忍受着 8亿衬衫 换一架飞机的窝狼 注意啊 都是民族情绪啊 民族主义啊 但如今 国坦大飞机 911一飞冲天 与美欧老牌航空巨头 同台竞技 美国波音 见此状后 也倍感威胁 驴域 敌出 严正交涉 好吧 我想说的是呢 这个东西可不是 地上跑的跑车 你可以山寨 它要是掉到地上来 那可是一飞机的人命啊 所以 你怎么跑 怎么卖 怎么吹牛 我都不相信 你的安全航行报告 才是说话的分子 只要你摔了 两飞机能下来 估计没有人 再敢买这个飞机 好 所以 我觉得 凭中国人的料性 凭中国的这种 态度 还有他对文明的理解 他们是无法制造出 要求这样高的 现代的交通工具 我觉得不可能 所以以后 坐飞机的时候 要小心 德国 泰国 尼日尼亚 大家眼睛 灯清楚了 凡是C919 你坚决要求改签 完毕 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 昨天的那个温州 平阳县的 砍死6人 重伤2人的 羊母的事件 今天更多的细节 爆发出来了 我把这个内容 给大家读一读 然后我做一个 小小的评价 浙江平阳 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一位羊姓的上访户 杀了纠纷的对象 一家五口 再去社区书记家 杀了书记一人 重伤了两人 计划再去水头镇 就是平阳县水头 他们那个镇 杀旅书记 党委书记 路上被捕 据说是那一家人 建别墅 抢了他家的一块地 那个地很小 没有多大 他一家人去上访 上面的领导 调节的时候 都为有钱的说话 还把他抓进去 应上访坐牢几天 没不是上访坐牢 应该是抓到 精明院去了 这是两种版本 我不知道哪个真的 但是上访户 关精明院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因为他是 那个 维稳的一个手段 结果呢 他父亲呢 就得了新冠 要病危的时候 他申请回去 也没回去 回去的时候 他父亲已经去世了 并且已经火化了 只有骨黑 他的夫人 他的妻子 也因他上访 离他而去 所以他 最后是一个人 老婆也走了 老爹也走了 最后他 想想 紫上岁了 我应该做点大事了 就跟那个张寇狗 杨家一样 我觉得 他的做法 跟张寇狗 杨家一样 是有理性 有目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滥杀物 我们要指出来 他不是滥杀物 如果谁说他滥杀物 我觉得你没有判断你 为什么 他杀的是 纠纷的对象 和帮助纠纷对象 维稳的社区书记 和准备去杀了一个政策书记 但他杀了纠纷对象的一家五口 那包括他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问题的 杨家没有杀未成年人 这地方 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 我今天在群里也讲了 中国大陆社会 几千年以来 他根本就没有司法立法的概念 你要弄清楚 皇帝的话 就是法 到下面各级的官员的话 就是法 然后在中法家庭里面 主长的话就是法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来 尊重一个人 尊重个体的价值 尊重私有财产 他文明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他是零 所以我就说了 你要知道 为什么汉姆拉比法典上 刻了那句著名的话 那是公元前1796年刻的 同态复仇法 大家都听过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血还一血 因为这是自然法 这是上位法 当一个社会 他的基本的法律保障 不能保护了一些受害者的时候 这样你的同态复仇就是正义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小孩还是不要傻 以后同态复仇的 成年人即管傻 小孩我不同意 因为小孩我个人觉得 他未成年人 他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不是提倡暴力 但我觉得在大陆这个社会 你没有办法讲你的 中国人是没有办法讲你的 因为你要去上访 他就来维稳 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去说 没有办法理顺 是制造冤案的一个前提 并且他永远没法解决 而且你要知道 华夏几千年就是一个大冤狱 什么斗鹅员 比斗鹅员的人多了 我在很多的微信群 都被那些访民拿到不同的上访军 天天在里面还 冤啊冤啊冤啊 求习主席给我做主啊 好吧 我想说一句 他妈的习包子就是这个体制的 最高领导人 他就是制造冤案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你要去北京找习包子 要面胜去给你伸冤 招雪 你要不要吃药啊 要不要含药六场啊 所有的这一切的问题 在于你这个社会是无神论社会 他没有建立圣约 没有建立契约精神 我对那些学过几天知识 读过几天书的人 反对基督教的人 我表现非常遗憾 因为你们再不悔改 必要灭亡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今日的短视频 明天是农历新年 是吧 我呢也到朋友家 吃个年夜饭 我不喝酒 陪他们吹吹牛 那就这样 明天可能不会做短视频 看时间安排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短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更感谢你订购我的会议频道 我是潘若 好 祝各位农历新年快乐 再见